故事就发生在某一个夜晚 袁山应举 他看见了他心仪的女子 小雪来到他的面前 不过小雪似乎用飘的方法 到他的床边 然后伸出手来 抚摸袁山应举的头 而袁山应举回过神之后 发现小雪并没有脚 当他要叫小雪的名字的时候 小雪就消失了 袁山应举非常的难过 就透过他的思念 还有他的笔法 就画下了这幅 名为小雪的画肘 大家大概很难想象 这是人类的文明历史上 第一幅幽灵画 而这幅画呢 完全符合了 后来我们说 许多的人有见鬼的经验